1989年的无可光流运动 那个 自我发生的业势是中校共入 看似的1989年无可光流运动照片 内政部长林又昌感触颇多 因为崔妈妈基金会成立于无可光流运动 对当时还是学生的他有很大的启发 因此接任内政部长后 林又昌特别前往崔妈妈基金会 一方面拜会老朋友 并针对住宅政策进行请义 希望能与民间团体吸收努力 为民众解决居住问题 我上任内政部长之后 其实我就一直希望来跟我们很多的一个伙伴 大家来这个请义 也实际的去了解到这个在执行面上 我们有没有碰到什么困难 或者是我们政府在什么地方 思虑的还不够周延 以至于在执行面上 民众没有办法很顺利的去满足他们的一个需求 所以我今天特别到基金会这边来看看老朋友 而来是来跟董事长跟执行长 跟他们来请义 也了解我们在实际执行上 还有没有什么需要经济的地方 林又昌表示解决住宅问题 不仅能让民众安居乐业 更有助于国家社会及经济发展 也提升整体生活品质 因此他认为推动社会住宅 是一种社会投资 为什么说是社会投资呢 如果我们人民可以安居乐业 大家可以居住的安全的话 其实就可以放心就可以安心 然后当然在你的工作上面也会更有生产力 如果一天到晚忙着这个为住的事情来伤脑筋的话 你居住的环境跟品质没有办法提升 我想就没有办法让这个我们个人的一个生活 跟家庭的一个品质来得到满足 这个其实是不利于整个社会跟经济的一个发展 所以我觉得解决住宅问题 或者面对这个住宅问题 不只是像大家传统上的 觉得说只是一种支持跟补贴补助而已 我个人觉得事实上并不是 而是这是一种社会投资 这样的社会投资 其实对整个国家社会都是非常有助益的 另外对于租屋补助2.0扩大试用范围 牛昌强调不只是对房客有利 鼓励房东担任公益出租人 透过平台也能减少遭遇二房客的问题 您的部分你不需要 原租户的话你不需要再重新申请 我们就政府会直接帮你直接延伸 就不需要再重新申请 那第二个是新租户的话 不需要提供房东的身份证字号 那这样子也避免过去 这个房东变向要这个涨房租或者是加价的这种情形 那这次我们也扩大了这个适用的一个对象 现在连18岁刚进大学的学生 也可以适用到这次扩大租的一个政策 当然房东如果能够担任这个公益的这个出租人 的话他可以得到政府很多的一个支持跟帮助 对他也是有利的 那第二个呢 因为我们透过平台的一个机制 也会减少房东 最担心的就是有一些 可能不是那么好的一个房客的这个问题 所以房东也可以安心 那另外房客也可以安心 因为也可以避免这个二房东的这种状况 至于外界关注的青年购物机制问题 牛昌表示内政部正在积极掩拟中 在整体规划及配套完整后 会正式向社会大众报告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